作词 李宗盛 甚至你 必领我独孤 你心事 为我坚持 到最后 能抱风雨 向我靠近 有你痛在 我不知畏惧 你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每个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 在身边 祝你永远 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你的坚定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为难领导 我心 抗你 甚至你 必领我独孤 你心事 为我坚持 到最后 能抱风雨 向我靠近 能抱风雨 向我靠近 有你痛在 我不知畏惧 你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你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祝你永远 祝你永远 与我同在 祝你永远 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你的牧者 你的牧者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风声 依序 站立 我的未来 在你手中 见不开事 却能掌声 我亲爱你 每个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 在身边 祝你永远 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你的牧者 从昨日到今日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靠你风声 依序 站立 我的未来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你永远 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 没有改变 你的前提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佛神预许 站立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坚固派施 全能真伤 我清白地 坚固派施 全能真伤 我清白地 我清白地 全身敬拜 敬拜耶稣 当我们全心地敬拜我们的神 上帝就把美丽的嘴唇 美丽的话语 赐给我们 在人与人之间 常常因为夸大的言语 不实的言语带来许多的问题 圣经中 上帝常常提醒我们 面对事情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要夸大你所要说的事 有些人 有些人 喜欢讲夸大的言语 可能是因为害怕 说话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总是很夸大 所以总是很夸张地 讲一些事情 在说话的时候 总不自觉地 要加油添出一番 把荧幕放大好几倍 把荧幕放大好几倍 他们所用的形容词 特别的多 而且都是最高级 比方 这是最贵的餐厅 哦 这是最棒的电影 哎呦 那是最逊的大夫 最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讲话前 稍微思考一下 就可以避免说错 如果讲话 一个人讲话总是这么夸张 可信度自然会大打折扣 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以前在北京有一家餐馆 专门在卖兔肉 所以有很多的客人 都慕名而来 等着吃香喷喷的兔肉 有一天 来了一座客人 他们叫了一大盘的兔肉 大家都争相抢食 大快朵鱼 可是其中有一位 对兔肉很有研究的客人 吃了几口以后 发觉 嗯 这个兔肉 味道不太对劲 所以就把餐厅的老板 叫了过来 请教他 老板 请问这是兔子肉吗 老板说 当然了 这是咱们这儿 最道地的兔子肉了 老板非常客气的说 这个客人继续的质疑 嗯 可是怎么吃起来 味道有点酸酸的 倒是好像马肉的味道呢 哎 这个嘛 这个老板非常不好意思 继续说 先生不瞒你说 最近兔肉缺货 所以我们是加了一点马肉 没错的 客人又吃了一口 皱着脸问 加了一点 我看恐怕不止一点吧 这个味道差很多 老板不好意思的说 对不起对不起 是多加了一些啦 客人继续的质问 那到底是加了多少马肉呢 不多不多 一半一半 大概是一匹马 配上一只兔子啦 当然 他是一则笑话 如果讲话过于夸大 常常前后不一 智商矛盾 最后会导致 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他 比方一个人 昨天说 自己是围棋高手 今天又谦卑的说 我都不会下围棋 这就是问题了 上帝在圣经中教导我们 如果你像朋友 像灵社说谎 你说话 就是嘴唇油滑 心口不一 神不喜欢我们这样 神喜欢我们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神严严的警告我们 他对我们说 舌头 在白体中 在我们的身体里 它是最小的 可是他却能够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上帝是在提醒我们 舌头看起来 虽然很小 可是他所带出的影响力 却是不能够小看的 一个夸大的言语 常常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 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让我们依靠上帝 做个快乐的诚实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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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